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是等于让你送命吗 难道我做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 什么意思 苏慧荣和羽化田呢 他们还没有下来 你不是说他们已经下来了吗 你哪也不是去 你乖乖给我做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 黑沙暴已经来了 会把整个客栈都掀翻的 它在上面很危险的 你下去会更危险 不许去 乖乖给我做好 师父 师母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两个怎么了 你没长眼睛啊 他们两个已经中毒很久了 正在运功逼毒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完全被羽化田迷中 他和苏慧荣干了什么好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 没错 你师母说了 让楼上那两个自生自灭 你们看好他 不能让他上去 什么 你对赵淮安 金香玉都下了毒 当日 你让我跟随他们来到龙门 我就已经开始部署我的计划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淮安和金香玉武功高强 所以 我只能先下手为强 你干嘛下毒害他们两个 因为 因为在这群人中 我不担心其他人 可是如果赵淮安和金香玉 都与你为敌的话 你就真的四灭楚歌了 我只是想助你一臂之力 赵大侠怎么会受伤 看这样子像是中毒了 赵淮安喝的那杯茶 是我准备的 我在里面下了慢性毒 这是我害他的第一步 那金香玉又是银河中毒 那日 他为替你隐瞒身份 在一扇重剑树上 是赵淮安 将金创药交给了我 你给他上药吧 那边金创药里 我也下了毒 他们两个中毒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他们的功力一定会衰退 刚才金香玉还恐吓我 说让你收手 不要再和那两个女人争夺宝藏 否则的话 他和赵淮安会联手把你除掉 岂有此理 我是看在 他们是湖中玉师父师母的份上 才没有和他们计较 没想到 他们连你都想害 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都怪我 是我下毒在心 现在回头想想 金香玉看我的眼神很可怕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 是我下的毒了 这么说 我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那我们怎么办 快点进去 你是说 肃慧荣和羽化田下毒害了师父和师母 事实不就摆在眼前吗 难道你还要替他们两个说话 你 你不是说过 肃慧荣和羽化田 都是万语楼抚养长大的 在宫中 他们一定跟着万语楼学了很多毒计 也怪我 被肃慧荣那可怜巴巴的外表给骗了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肃慧荣和你们无冤无仇的 怎么会下毒害你们呢 那是因为 他对羽化田一往情深 所以要帮助羽化田这么做 羽化田就更不可能了 他知道你们是我的师父和师母 一直很尊敬你们的 而且肃慧荣 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他怎么会下这样的狠手啊 古人都说过 罪毒负人心 你不知道的心机还多着呢 你闭嘴 总而言之 肃慧荣是我带来的 这件事 应该由我来负责 我真不应该 任由他爱着羽化田 听之任之 之前肃慧荣是不知道 羽化田是女的 后来知道羽化田的苦衷之后 他们早就和解了 师母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肃慧荣下的毒啊 就在那天 我和他在屋里 谈起羽化田 我看了你早就知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 她是个女人的 这都已经不是重点了 是我自己太傻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失魂落魄地跟我说 为了深爱一个人 放弃了荣华富贵 那时候 你还不知道她是个女儿身吧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雙兔傍地走 爱能辨我是雄子 从小她就是个男孩 后来 还入宫当了太监 我当时真的很心痛 很难过 但我对她的感情 却只增未尽 哪怕我知道 这一辈子她都是一个太监 我还是一心想着 要和她在一起 可是上方受骗 一定是心里很伤心 很愤怒的了 你现在心里 感到不值吗 任何人之间的感情 付出了就说不回来 也许你觉得我很傻 其实我也想过要报复 就让她感到心痛 但我做不到 你还很年轻 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幸福的 可是这么刻骨铭心的感情 真的能够说忘就忘吗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女人不简单 所以就一直注意她的行动 结果我发现 她一直在我们的饭菜里下读 好 两位大侠 我帮你们准备了点粗茶淡饭 请慢用 多谢 辛苦 这才六度 你看 可惜我发现的太晚 我和你师父中毒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师父 师母 你们有没有办法解毒啊 我们只能够没有解药 就看我们的脏花了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就算是苏国荣下的毒 跟羽化田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人还真是顽固不化 被那个女人迷得是非不分呢 你是不是要看着师父和师母死了 你才高兴 我 羽化田是督主 年纪轻轻就能爬上那个位置 可见她有多心狠手辣 宫里的勾心斗角 比江湖上还险恶 没有她的命令 苏慧荣怎么敢下毒啊 说来也怪啊 她一个女人混在宫里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权力 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们都给我闭嘴 她这一切都是被逼的 不管是被逼的还是自怨 一个女人半年难枪 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胡忠语 王你在宫中待了那么久 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怀疑一下 羽化田的身份 对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风朝阳写的那首藏头诗 长在不谋 我明白了 意思就是说 太子身上的旗帜 长在没有某孔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 人的手掌和脚掌 只有这四个地方 是没有毛孔的 师母 像不像这种啊 就是这种 你看 难不成你也是太子啊 别乱说谎 别乱说谎 停了 大漠里的第一场黑沙暴停了 可是咱们的客栓没了 全被一位平地了 太好了 那羽化田和肃慧荣就会被风沙卷走 死无丧身之地了 羽化田 不行 我得把他们找回来 等等我 等等我 好 好 余霍田 余霍田 你在哪里啊 黑砦把好像真的停了 咱们可以持着两个小时的空档 找一下皇宫的位置 余霍田 余霍田 快来啊 快来 你们快来看啊 我找到宝藏了 快来 走 走 快来 快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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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就在那儿 哪儿啊 那儿呢 看见 真的吗 太好了 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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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容 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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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如 雨花蝶 你没事吧 慧如 慧如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呢 这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终于找到皇宫遗址了 走 走 真大呀 真大 快看 这就是我们心下的图腾 来 慢点 小心 这下面是空的 里面有东西 这是空的 到柴董丹钢脏 你们四处找一下 一定有机关 把入口找出来 行 好 好 雨花蝶 雨花蝶 胡忠悦 胡忠悦 你别找雨花蝶了 我们找到皇宫遗址了 我不会什么皇宫遗址 快 我只要雨花蝶活着回来 喂 顾小棠 快过来 雨花蝶 来 来 雨花蝶 老板娘 这儿有一个 雨花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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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是几关 应该可以转动 你在哪儿啊 这个图腾和我的手环很像 拿来看看 给 来 老陈 那边有图案吗 有图案 撞得不动 你刚才唱的是什么 那是我们小时候的童谣 最后那几句唱的什么意思 左一下 右两下 左边再三下 这哪像是什么童谣 倒像是通关秘密 你试试 左一下 右两下 左边再三下 那我们一起抓 左两下 右两下 左边再三下 把Ta 拍权 浅 我 你 你好 你在这儿 犔 他 你 很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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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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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不要理那两个贱女人 快 虎忠誉 虎忠誉你回来 你快点 别管她了 你快点想办法下来 慧容别动 你快点 我来帮你顶着这些炮弹 已经够好赶紧走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怎么可能 让你为了我而死 要走 咱们一起走 只要你能好好活着 我愿意为你去死 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在我陷入险境的时候 只有你还陪着我守着我 慧容 你太傻了 没错 我是傻 但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愿意为你生 为你死 只求这辈子 你能记着我 不管你将来陪在谁的身边 请你记得 曾经有我孙慧容 陪伴过你 你别说了 我们一起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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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忠祐 你终于醒了 师父 栗花田呢 栗花田呢 西夏皇宫发生了爆炸 黑沙巴又回来了 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皇宫被埋在黄沙下面了 你是说 栗花田丧生在西夏的皇宫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要去找栗花田 终于 终于 栗花田 你不能死 算了 他心里难过 让他发现一下吧 董蛋 刚怎么 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 从来没摊着什么好东西 本想这次挖宝成功后 可以一起吃香荷辣 请没想到 希望下辈子 你们能找到更好的东西了 想要什么都可以实现 赵大侠 现在苏慧荣和羽花田都被炸死了 你们寻宝的梦该醒吗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西夏王朝要花那么多金银铜铁 中那么一门大炮 难道就是为了攻打大明朝 我现在才明白 从小就有个传说 说成千上万的人 拉着一个巨大的东西到皇宫里 我还以为是金银财宝 没想到竟然是抵御外敌的武器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你的富国大业呢 我觉得现在很好啊 既然我们西夏富国无望了 那我就可以回去跟我的族人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 而且以后的六十年也不用再等了 也许我可以放弃自己的身份 在大漠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公主 阿刚 你不再是我的奴隶了 你现在自由了 赵大侠 胡忠玉呢 他忘不了羽化田 始终无法接受 羽化田已经被炸死的事实 我这辈子都要和胡忠玉在一起 我要去找他 胡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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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生要见人 死要见死 羽化田 我知道你在下面等着我 胡忠玉 别挖了 你这样做没用的 羽化田和苏慧荣死了 灰飞烟灭了都 都是因为你们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话 我可以立马回到他身边的 你以为你可以救得了他吗 如果不是我们俩人 你早就死在这了 你也要和他一起死吗 胡忠玉 你别过来 这里全是炮弹 快想办法救救我们 你我天 都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 为什么我倒是犹豫不去救你啊 我真是该死 我出口不容 走开 别挖了 别挖了 胡忠玉 你干嘛 你干嘛把他打约啊 我怕他累死啊 现在生好 可以休息会儿了 你 羽化田 羽化田 你为什么喊那个女人的名字 我连公主都不做了 快点醒过来吧 现在知道心疼了 刚才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我 我不忍心看他一直晚 他手都破了 你这叫神女有心相亡无梦 他心里想的都是那个羽化田 你以为不当这个西夏公主 对西夏就没有责任了吗 哈冈他们在绿洲等着你呢 哈冈 我不是已经给你们自由了吗 你们为什么还不走 回来找我干什么 公主 我们身上 留着西夏的血液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公主 今生今世 效忠于你 你是我们的主人 我希望 你能跟我们回去 哪怕没有宝藏 我们可以团结一致 把所有部落团结集中在一起 有你为王 有你为王 我做不了你们的王啊 你们快走吧 公主 如果你不肯走的话 我们就以死谢罪 以死谢罪 我给你 你让你找到 你的王子 注意 你 你 您 您 终于这个台阶 很符合风先生说的那首藏头诗 你认为 胡忠玉才是十三的太子 我认为 世上没有这样的巧合 你听说过 离猫坏太子吗 不可能 马丁又才是太子 怎么可能是胡忠玉呢 我把药煎好了 我来喂他 那我们出去吧 原来你才是太子 找了这么久 原来竟是你自己 你不觉得 胡忠玉的身不很可疑吗 天下怎么会有人 长得这么奇怪的智能 胡忠玉曾经跟我说过 他是孤儿 是唐主收留了他 让他照顾马天佑 那当年 于海托付给你的那个婴儿 你有没有检查过 他身上是否有胎记呢 当年情况危机 根本没有想到这些 我也是八年以后 才到万马堂见到的马天佑 那你怎么知道 马天佑就是你当年托付的那个孩子 当时唐主已经过世 夫人告诉我 他们把那个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养了 于是我见到了马天佑 还有胡忠玉 万马堂的唐主夫妇 有没有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这种可能 马夫人她怀有私心 知道你要收那个孩子为徒 于是就让自己的亲生儿子 冒充成那个孩子 而把你送去的那个孩子 变成了仆人 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这简单得很啊 谁不想拜赵大侠你为师啊 而且你送去的孩子 身份一定非负责贵 大有来历 他何乐而不为 让自己的亲生儿子 去冒名顶替呢 你是认为 马天佑不是太子 而是胡忠玉 很有可能 除非马天佑身上 也有相同的台积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都已经不在了 除非风潮洋活着 否则谁又能 证实这件事情 如果 如果胡忠玉真的是太子 我们应不应该告诉他 他现在这个样子 一门心思想着那个永花田 你跟他说什么 他能听得进去啊 何况 我认为此事 应该从长计议 两个月 发送我 今天皇上赏赐给你的东西 和我身上的可是一对 皇上赐给我们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说明我们是平起平坐了 皇上赐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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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一生一世 终能陪伴在你身边 你是我可以依靠的人吗 你的话我能相信吗 我可以依靠的人吗 我可以依靠的人吗 终于怎么样 他不肯吃不肯喝 我也没办法 你还怀疑他是太子 我看 他连替太子提鞋都不配 为情所困 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道 你以为他跟你一样 他是个性情中人 哪有你那么坚强 不过现在所有女人 都离开他了 你应该放心了 还有那个顾沙唐 一开始口口声声 追着要照顾胡忠语 到后来 连个招呼没打就走了 太不像话 他是什么旁门左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可能有什么 不能告人的隐忠吧 反正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风潮 要找到杨证明太子的身份 快点快点快点 往这里 快快快快 快一点 扩检督主副指挥室 奴才已经清点了 镇南王府的家当 通通已经陈放在这里 那镇南王和叛臣 跑到哪儿去了 回都主 我们东厂锦衣卫分三路 埋伏在东南西城门 就没有发现镇南王的人马 听说他是从城北逃出城外 真的吗 奴才聚聚属实 公公 听要不知您为何只派兵把守 东南西三个门 去留下北门巫人看管 您是不是立有安排 这江南是镇南王的封地 这儿的地形 他比谁都清楚 我故意逼着他从北门走 就是想看看 他还有没有与党接应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网大尽 公公真是老谋深算 挺有佩服 看来此次镇南王 绝对逃不出您的掌心的 报告督主副指挥室 奴才刚刚接到重要军情 说 东厂派出的锦衣卫在北门附近 发现五辆马车 在破小时出了城门 分别从五个方向直奔而去 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哪辆马车是载着镇南王和他的鱼挡 五辆马车 是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雷雨 我们随后派出锦衣卫马队 追踪五辆马车的车轮印 发现在不同的地点 到了湖边 车轮印都不见了 实在不明白 人和马车怎么会凭空消失了 怎么走了 去哪了 听了他的禀报 你有什么想法 看来 这个镇南王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他早有准备 另五辆马车就是为了声东击西 让我们摸不清 他们究竟躲在哪辆马车之中 只不过作为一场大雨 让马车在泥硬的路上留下了车痕 不过 每个车痕到湖边都凭空消失了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最后走的是水路 那人走了 马和马车呢 人在生死关头 总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镇南王的手下一定在湖边把马皮都杀了 再把马车推入湖中沉入湖底 这就是为什么马和车都在湖边消失的原因 副指挥师果然英明 住口 这只是这个黄毛小子的天真想法 我认为镇南王根本就没有上船 所有人都认为镇南王通过水路离开了江南 可我觉得他还在湖边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船令下去 所有人前往湖边 全力搜捕 隔岔无论 是 西场掌刑千户杜松叩见督主 叩见督主 我不会再去相信那些山盲海事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做女人 我要做一个 让所有人都敬畏的男人 我说的是一个 突然被人家的 你们看了 哎 他这么看 他这么看 就是那种肉费的 给手吧 还行回去了 回去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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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大 你怎么在这边 你怎么在这边 这 我现在就杀了 我爱了 这 你怎么没看完呢 公公 时辰一到 准备行刑吗 今天 我要为大明除掉一个祸害 也为你将来能够顺利登基 除掉一个绊脚石 这个逆贼由你来处取 公公 听我不敢 我又不是柜子手 再说 他怎么说也是我的皇叔 没用的废物 事到如今你还怎么软弱 将来怎么当大明的皇上 把刀给他 你这个假太子 你冤 来呀 你们这些狗独裁 你们不得好死 万语楼 你们不得好死 你不敢下手了吧 来呀 容忠你去来 你们这骗子 看死我 你真是朽默不肯刁影 最后还是老夫亲自动手 你这么心慈手软 怎么治国屁天下 公公 我真的下不了手 此次下江南 我发现到处哀哄遍言 民不了胜 百姓都在暗中支持朽南王 这才是朽南王为什么要进京面胜的原因 他们认为皇上昏庸无能 东厂把持正朝 朝纲败坏 甚至 甚至残害忠良 这还没当上皇上呢 就已经开始忧国忧民了 此次经过朕南王一役 我深刻地发现 自己还没有能力治国平天下 我担心会让父皇失望 一怕公公为我这关朽目更加地费心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虽然此次我们平乱有功 但我还希望能够等雨花天回来 我相信姐姐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希望 替我拿回西夏宝丧 到时候就可以拟补国库空虚 待我登机之日 就会开仓阵梁 满回民心了呀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谢公公 苏惠柔 你今天给本宫做了什么点心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雨花天 你也好久没来看过了 你们又要去哪了 跟我玩捉迷藏啊 嗯 雨花天 苏惠柔 是不是困了呀 明玉 苏惠柔已经死了 你也为他上炷香吧 苏惠柔是谁呀 我又不认识他 不要给他上香 你真的忘了吗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那时候 我们是多么的无忧无虑 苏惠柔 啊 惠柔 我最喜欢吃你给我做的兔子点心 我最喜欢喝你给我做的碧梗粥啊 就是你 你去给我做 你 stomping 我最喜欢吃这个 你自己的 我们今天已经睡觉了 你帮我 你帮你 bre dp 你帮我 花天 公公找你什么事啊 我要离开了 你要去哪儿啊 那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不管你要去哪儿 你都不许忘了我 你自己在外面 要多加消息 慧荣 对不起 我连你的尸骨都没找到 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 葬身在大漠 你对我的好 我永远都会急着 如果真的有轮回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男人 好好地还你这一生对我的情侦 苏慧荣喜欢雨花天 宝明玉也喜欢雨花天 我们都喜欢你 慧荣 是我辜负了你 明明知道我是女儿 而是 你还冒着生命危险 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你是为了救我才死的 你对我的恩情 我受之有愧 这一切 都是马天佑跟胡忠玉间接造成的 如果不是马天佑的贪力 要我去找宝藏 你也不会死 而胡忠玉间死不救 燕尘也正看着我们俩去送死 慧荣 看 苏慧荣好看吧 雨花天多帅呀 好 那你们两个就澄清吧 一百天地 明玉 明玉 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 为什么女人都这么可怜 我恨胡忠玉 我恨父皇 我恨饭玉楼 我疼我来了 不要杀我 明玉 明玉 你放心 我会保护你了 我 我一定要冲掉万玉楼 都主 我们西厂之前一直被万玉楼打压 很多人都向他归舍了 这份宗券上的名单代表什么意思 禀都主 西厂的部分人马被万玉楼收买 只有朱沙笔圈过的名字 才是忠心可心的旧部 这些窝里反建立妄议之徒 绝不能留 将来一个个都把他们给我揪出来 求后算账 度主应命 我们是尤家度主当年的亲信 万玉楼想把我们赶尽杀绝 所以我们才秘密赶来接你 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对抗铲除万玉楼 为尤家度主报仇 你们放心 既然你们忠心于我 我就不会亏待你们 总有一日 我一定要除掉万玉楼 禀都主 现在将能战事已定 万玉楼假传圣旨 杀了镇南王和几位忠臣 估计也就一两天的光景 就能回到京城 你们平定了镇南王 那我跟皇上 是不是马上可以回宫了 急什么呀 现在刚刚平复 京城还是一片混乱 对了 是太子杀了镇南王吗 谁说他是太子了 他还没见到皇上呢 要是没我在背后撑腰 他当不了这个皇上 怎么 他不听你的话 这个小子在我的帮助之下 打了一场胜仗 就开始在我面前趾高强去 还在我面前讲了一通治国的大道理 简直不知天高地好 可是 现在不是只有他才能继承皇位吗 谁说的 枕南王已死 但是他的两个幼子还在我的手中 我照样可以拥戴这两个幼子登基 这大明啊 照样是朱家的天下 这两个孩子还不到十岁 你说说看 哪个比较好控制啊 那你就不怕 他们姐弟俩合起来对付你 这次老公回宫第一件事 就是要把西厂端掉 虽然让尤家的旧部逃走了 我相信羽化田已经跟他们会合 但是羽化田如果敢回宫 老夫就让他插翅难逃 你往那边去 是 你往那边 是 是 谁 羽化田 姐姐 你终于回来了 嗯 让一让 让一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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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终于 我去趟兴兴华楼 你要当心 今非昔比 马天佑可还会再任你这个师父 你说什么 西夏宝丧竟然只是一门巨炮 你到底有没有查清楚啊 整个皇宫都被风暴吹出来了 肯定毫了很多金银珠宝 你怎么可以什么都没拿就回来了呢 如果有人 搬金山银山回来给你 你是不是 连姐姐的生死都不在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好不容易才把镇南王平定了 你现在两手空空回来 你让我拿什么像父皇邀功啊 你知不知道 万语楼把我们西厂的人全部都控制起来了 我刚从江南回来 宫里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你就等着做皇帝了是不是 醒醒吧 别再做白日梦了 万语楼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劝你赶紧离开他 别再帮他为户作伤了 你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而已 现在天下百姓都知道皇上有个太子 我是借在线上 不得不发 那我们之间 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你 禀父指挥室 门口有一个侠士想要求见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可那个人说他是你师父 让他走 是 我们副指挥室说 今天什么人都不想见 请回吧 多谢 回吧 怎么样 他不肯见我 果然吧 瞧你教的这两个好徒弟 一个就为情所困 成天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喝得烂醉 还有一个干脆连师父都不认了 先把他扶回去吧 让他自生自灭 你家伙连师父都不认 我有办法 把他的身份查得清清楚楚 看谁狠 帮我来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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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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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来呀 又公子 来了 别害羞 来了 来呀 昨天的女公子 你带我公子 是吗 上班 卡卡 chol 卡 Para 可以 咱 等一下 可以 公子 好久不见 想我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来 我扶你进去 慢点 小心 小心 慢点慢点 坐这儿 公子 你先休息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公子 来喝杯茶 取清酒 我真的没想到 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今儿在这看到你 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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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喝多了吧 我倒希望好好地醉一场 因为只要在梦里 我才能这么好好看着你 你才会陪在我身边 我们才能好好地在一起 在机院里找爱情 你是疯了吧 我没有风 我问了你风又何妨 你知不知道 所有的疫情我都愿意给你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这个是你说的 我真是不敢相信 我竟然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我真的好想你 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凭这个 来这儿风流快活 没事吧你 别走 去 公子您来了 我问你 刚刚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公子 去了哪里 白色衣服 在楼上 牡丹房 谢谢公子 你也来了 小鹏 来来来 今儿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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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别笑一个 来 买人 来来来 我请你 我死里逃生 我本以为你会对我有愧疚之情 可没想到你却视我为陌路 还在机缘寻花分调 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胡忠语 你真是秦胜不如 不得走 我要你陪着我 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 一切数星星 看月亮 简简单单的过天 生活 再也没有师父 没有少爷 只有你和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亏你还记得 这丁晴信 你看月亮 你会是什么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你说 我会有事 你会有事 你会不会 我会不肯 你会不会 我会没有 我过去 对那 常人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吹在哪儿啊 为什么羽化天的脾气会在这里 难道昨天晚上 真的是她带我来这里的 难道羽化天真的没有死 羽化天 你要去哪儿 你别管我 我要去找羽化天 你还没给钱呢 羽化天 你还没给钱吗 羽化天 小子 我是胡忠祐呀 羽化天 是什么长大的 羽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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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r 羽化天 神经病啊 你 下一个 你在哪儿 他给他车的 是 你先坐 来了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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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了 来了 主下参见督主 查到什么消息没有 机上的探子都已经 分散在了京城各地 没有人打探到皇上的下落 不知道皇上究竟被万语楼 软禁在了哪里 这只狡猾的老狐狸 不过督主 有探子回报 自从镇南王叛乱后 皇后一直躲在 祠寺里吃斋念佛 皇后跟万语楼 是蛇属于窝 派人给我盯紧皇后 一有风吹草动 即刻来报 是 万语楼啊万语楼 你究竟把皇上 藏在何处 是万语楼 写给皇后的密函 他说 他会尽快赶回京城平乱 要皇后先把皇上 藏在老地方 万语楼 你真有本力 竟然可以让皇后 对你死心塌地地 做任何事情 既然如此 我都要看看 你们究竟是不是可以 同生死 共患难 你们把皇上 到底藏在什么老地方 女后天 胡忠宇 你别过来 这里全是炮弹 师父 女花田呢 女花田呢 西夏皇宫发生了爆炸 皇宫 被埋在皇上下面了 胡忠宇 胡忠宇 别挖了 这样就没用的 女花田和树火荣都死了 灰飞翼灭了的 今夜户臭大师 绿宇 用家庭 福宫发生了 胡忠宇 此事 宇 宇 钦宇 玉花田 你真的不在了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你果然又在这里 终于一宿没回来 他去哪了 他还能去哪 他现在受了这种打击 自然是到处晃 哪找得着 这就叫儿女秦昌 英雄气短 他如果这么消沉下去 还能做什么 你管他现在能做什么 咱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那帮冲程已经被砍了头了 你知不知道那个马天佑 就是监长官 我们赶紧去找他 要不然这辈子 别想抓到他了 太子殿下辛苦了 让卑职送您出去 非常好 此次你办事有功 我一定会在公公面前 美言两句 到时候公公一定重重有赏 多谢太子殿下 保护太子 你们要造反吗 你们 师傅 你们干什么 不用这种方法 怎么能见到太子殿下你呢 早点晚上为什么不见我 师傅 我不是故意不见你 我真的有要事在身 而且魏一楼在京城 耳目众多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们之间有关系 师傅 你放了我吗 把手伸出来 手 不 不是这座手吧 小废话 听你师傅的 把手伸出来 让我们看看 把靴子脱 都 都写 快点 是是是 我们可以走了 师傅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不是太子 什么 风朝阳跑了 回都主 属下找遍等个湖心别院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双脚瘫痪的人 能跑到哪儿去 是 我看他一定是在周围躲了起来 给我搜 就算挖第三池也要给我挖出来 是 公公 对啊 傅少阳 凯求瑶 也要给我出来 想赢 什么 公公 风朝阳跑了 连他的木轮车都不见了 知道这个别院的人不多 知道风朝阳活着的人也不多 一定是什么知情的人 把他给救走了 那您觉得 会是谁啊 你姐姐 羽化田 羽化田 难道他怀疑我的身份 你说什么 谁敢怀疑你太子的身份啊 没有 我想了一夜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们应该尽快掌握大权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我应该尽快登机 所以我来治疗风朝阳 想要带他去面圣 现在有没有风朝阳 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不是太子 我说了算 不过 如果让我知道 你跟羽化田 你跟羽化田联手背叛我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不客气了 听我不敢 听我怎么会 背叛公公啊 我怎么听说 昨天晚上你见过羽化田呢 还听说他把西厂的旧部给收编了 想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承认 我昨晚是在京城的酒楼觅见过他 但他只是向我交代 没有找到西夏宝丧 我们姐弟俩话不投机 没说两句就不慌而散了 你最好认清形势 何以化田断绝来往 他没有死到大漠里 那是他命大 他还胆敢潜入京城 他这叫自投罗网 你就等着给羽化田收尸吧 他没有事 李さん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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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太医 这是你指定要的消化机 我已经做好了 来 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怎么样 好吃吗 就是这个味道 好就没吃了 那当然 我们干这行呢 风餐露宿 最会做这种野食了 怎么样 现在你想吃的都吃到了 可以告诉我秘密了吧 要不是不要好久 更好 你 你还得寸进尺了你 我问你 太子手上指缝签 是不是有一个黑色马蹄形的胎记 他是独一无二的 也就是说有这种胎记的人 他就是太子 你 说呀 这个鸡呀 真好吃啊 你 你看你这个贪吃的样子 你说 马天佑身上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胎记 快说呀 你说 你伺候我 好吃好喝呀 奇怪啊 吃饱了发困了 老怪我 我告诉你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把你救回来的 还划了两个时辰的船才到着 供你吃供你住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安享晚年自由自在 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 既然你都猜到了 干吗还问呢 你是说有胎记的人就是太子 你真的找到那个人了 这个人你也见过 你是说太子殿下还活在人世 胡忠语 你才是真正的太子 哎 啊 啊 啊 我 哇 我 我 奇怪 有 清凉的夜 无眠 孤傲的月 无邪 冷冷的花 谁的青丝 飘成沸雪 多情的泪 就诗篇 温柳的怀疑 附悔 在夜中不懂你的生命 只能在梦里缺缺 余霍天 难道真的是你在天之里 把这个玉皮修 又送回到我的手上 灰水里过了沧海 潮雨天 我相信你 也是希望这点玉皮修 能够永远在一起 所以今天 我会把它们放在这里 让我的心 和你一起埋葬在这里 成醉不忍心 沉默 倾凉的夜 无眠 无暴的渔 无闲 冷冷的花 谁的景色飘成白雪 多情的泪成诗篇 万有的爱不回 只能把回忆赌印千倍忍 唱醉不愿醒来 封朝阳找到没有啊 冰公公 东省人还在找 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事情 别要向我禀报啊 听我不知 公公所为何事啊 赵慧安和金香玉闯 衙麦杀了那么多人 干嘛要隐瞒我呢 赵慧安以前是我师父 只是我们俩里面不合 都已经闹翻了 就这么简单吗 是 那你为什么急着找封朝阳 带你去见皇上 把手伸出来 把靴子脱了 师父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不是太子 他说我不是太子 公公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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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救救我啊公公 赵慧安 赵慧安为什么说你不是太子 他们要我脱了靴子 看我的手和脚 难道太子的手脚上有胎戒 封朝阳 没说过太子的身上有胎戒 这个老狐狸 莫非还流了一声 当年是赵慧安把太子送到万马堂 他肯定知道太子身上的秘密 你先起来吧 是 就算赵慧安说你不是太子 你也不用担心 还有我呢 现在复朝阳失踪了 如果我真的不是太子 你岂不是欺君之罪啊 我说你是太子 你就是太子 你听明白了吗 那些江湖乱党所言 根本就是妖言祸重 皇上不会相信他们的 本都早晚有一天 把他们一一全部消灭 是 本都现在就去见皇上 让他下诏传位给你 明天早上你给我准备好了 等着上金鸾殿 等着百官朝拜 大明新帝 就此诞生了 谢谢公公 谢谢公公 我要做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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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主 皇上在里面 不要京都任何人 先保护皇上离开 是 月楼 你这是干什么 你都还没有证明马天佑 他到底是不是真太子 你怎么能假传赵书 传位于他呢 我已经决定了 现在变数太多 我没时间 就算马天佑不是太子 只要我说他是太子 他就是太子 月楼 你这样做会毁了大明江山的 我们会一处万年的 妇人之人 我告诉你 我不但要写诏书 我还要去找皇上把玉匣拿来 明天金鸾殿上 我就让他登基 让百官朝拜 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 羽化亭 你 你在这儿做什么 你是在找这个吗 我真想一刀宰了你 跟万玉楼狼狈为奸 假传圣旨 还想拿玉席 你来得正好 我已经拿万玉楼没有办法了 你能救责皇上 是大明祖上的庇佑 你少跟我装可怜 要不是因为你 万玉楼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你勾结万玉楼 害了大明江山二十年 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交给万玉楼 你给我闭嘴 我要当着百官和万民的面 揭发你们这对狗男女的丑恶罪行 什么人 姐姐 怎么会是你 我不是你姐姐 你也不是我弟弟 你根本就不是太子 你胡说 这里是玉玺 你想登基吗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就是太子 我一定会登基的 来人给我拿下 是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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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没事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说什么 宇化田带走了皇上 还拿走了玉玺 他还说 要把我们的所作所为 召告天下 是 玉玺 我很害怕 怕什么 玉化田 就凭他那点残兵败将 想跟老夫告 他怎么知道皇上在哪儿 谁告诉他的 公公 公公 娘娘 大事不好了 玉化田他 带着玉玺逃走了 慌什么 你这个废 我告诉你 你化田无论带走了皇上 还任玉玺 我们都不怕他 现在朝中的文武百官 都是我的人 明天我照样让你登基成帝 对 但是没有玉玺 怎么登基啊 既然诏书可以做假的 我也可以让太子是假的 那玉玺 你为什么不可以也是假的呢 Oczywiście 您都不可以是假的 天上他 你都不可以是假的 你是假的 这个女子 我得不须不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来大运河的行宫外 我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前 为皇上昭告天下 是 属下这就去办 众外行武 平神 平神 把衣服脱了 脱了 为什么要脱啊 不是说好今天登机的吗 今天时机不对不能登机 时机不对 赵书和玉玺都准备好了 武武百官也上朝了 什么时机不对啊 公公 我为什么要脱啊 我千辛忘苦才穿上这身龙袍 我就不脱 不让你脱你就跟我脱 这你是贼的意吗 贼的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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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母 我说过了 从今以后 我不想再参与任何事情 只想平平静静地在这儿过一辈子 胡忠玉 这件事你一定要知道 赶紧跟我们走 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 你还当我是你师父吗 是的话就跟我走一趟 皇上在京城以北啊 玉龙山上的城北客栈 召见万民 真的假的 皇上总快在那儿了 别说了 快去看看吧 走 快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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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看看 看不着了 我自己来 来 叩见皇上 快起来 快起来 来 让父皇看看你 真是哭了你了 是父皇对不起你 你能叫朕一声父皇吗 父皇 父皇 是儿臣救驾来迟 我接了你二十多年的父女情义 我没有当一个后皇帝 我对不起我们的百姓 今天我要向我们的百姓请罪 皇上 皇上 快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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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啊 别挤了 别挤了 还看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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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看太脑了 皇上 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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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皇室 我大明的子民们 真对不住你们呀 真来迟了 今日 我要告诉我大明的所有百姓 东昌督主万语楼 独揽大权 祸乱朝纲 令得我大明天下 鸡犬不宁 他还设下假死圈套 礼带逃江 现在还在宫中兴风作浪 就连朕 也一度被他软禁起来 如果不是公主救驾有功 朕今日还在他的魔掌之中 所以今天 朕要让大家见一见我的大明公主 好 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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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皇上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皇上万岁 公公 为何我们不带兵去虚散民众 抓捕羽化田 再把皇上写回宫 今日他们妇女相见 赵告天下就是要把本公公变成朝廷的反贼 现在我已经不是东厂的督主了 这个白虎堂也不是你的久留之地 那我们干脆反了吧 我们手上掌握重兵 害怕斗不过他们 当日本都甲子逃过一劫 皇上趁机提羽化田为两场的敞工 他现在手上我有两场的兵权 现在虽然东场的人都听命于我 但是有一天 羽化田亮出兵符 我怕那前人会剑斧倒戈 到时候 我们就会四面受敌 成丧家之权了 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 只能看着他们冲掌大权 现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咱们一定要冷静 公公 先想办法 再往就来不及了 羽化田也不敢造次 他把皇上藏匿起来 一定有他的苦衷 您的意思是 羽化田这招险棋有他的双面性 虽然他恢复了女儿之身 说服了皇上来惩治本公公 但是 你觉得东西两场的班子 会听一个女流之辈的话吗 那 我们该何时出手 如果你是羽化田 你会把皇上 藏在事情的客栈里吗 难道 他们的目的是 不是要回宫 而是要掩人耳目 趁机逃走 父皇 您没事吧 之所以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拜那个万语楼所赐 如果不是当年 我听信谗言 非要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也不会落得今日如此虚弱 这一切 都是万语楼的阴谋 请父皇一定要坚持住啊 朕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兰飞 更对不起天下的百姓 虽然你的身份 现在已经昭告天下了 可是 朕却无法把你带回宫中 是女儿不孝 让父皇受委屈了 不过至少今天 我们阻止了万语楼 付出所假太子登基的轨迹 父皇应该像勾剑一样 握心肠胆 暂时避到江南 等时机成熟 女儿一定迎接父王 百嫁回宫 难道你想留下来 这里可是费疾重重啊 万语楼 现在手握东西两场的兵权 你要万一有个山石 那后果不堪设想 朕 不能再失去你这个骨肉了 父皇请放心 至少我手上 还握有东西两场的兵权 我要留下来 暗中跟万语楼周旋 只要有朝一日 我找他真正的太子 我就可以跟万语楼宣战 朕还有太子吗 难道他还伤在人间 父皇不要伤心难过 这些事情交给女儿去办 我答应父皇 我一定要找到太子 把范玉龙那个奸臣诛灭 莫公 您真的认为皇上 跟羽化田会带着西场的渔布 下江南吗 朕南王已被诛除 皇上若想保命 只有到江南避难 我们还有时间 那公公 风朝阳是被何人所救啊 赵怀安 只有风朝阳才知道 那个太子的身上独有的太计 怪不得 他能天回来试探我 如果你不是 那谁是太子呢 当年赵怀安明明是把孩子送到了万马堂 难道万马堂还有其他的孤儿呢 难道会是他 你想到了什么 我没有 我怎么那么傻 你根本就没有死 我给你练什么墓碑啊 真是个傻瓜 你好好劝劝你这个土地吧 他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状况 再这么下去 恐怕要不轻溃 终于 你要去哪里 师父师母 我要把这个玉皮修送还给玉花天 他已经坐船走了 你上来找他 没事的师母 他坐船走水路漫 我起码一定能赶上他 他们会到岸上补给 我就可以上船去见他了 即便是到不了 到了江南的时候 我会有机会接近他们的 虽然他现在是公主之身了 但是我应该有一个机会 跟他道歉解释的 封先生 封太医 您怎么来了 顾少堂 您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来 师母坐 过来 你带封太医来干什么 我跟你说 我那天在城北客栈 看见你了 那你也看到羽花天了 他居然没有死 而且啊 他现在还是大明的公主呢 这是要感谢上天 这是要给我一个 将功补过的机会 等会儿 这就是我带封朝阳 来见你的原因 人家羽花天知道自己是公主 那你呢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确实没错 这颗太医 我在帮兰飞接生的时候 已经见过了 那就是说 胡忠玉 就是真正的太子 封朝阳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你还愣着干什么 看来我们应该跪下来 叫他太子了 你们在说什么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子 我只是个普通人 忠玉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只是少爷的一个仆人 我只是跟着胡人上队 跑上的一个小混混 不是 我不是什么太子 我不是 我不是 忠玉 胡忠玉 忠玉 胡忠玉 你已经跟胡忠玉 把话说清楚了 我现在带你去看诊 你这个女娃 就是心眼多 说是为了胡忠玉好 其实你就是想她 斩断孽渊 不管她现在有多痛苦 多难过也好 终有一天 她会接受 羽化田是她姐姐的事实 到时候啊 你就有机可乘 我没你想得那么坏 这事大家迟早都会知道的 只是包不住货的 我只是推波助拦了一下 再说了 赵大侠他们也没有责怪我什么呀 你就不怕胡忠玉恨你一辈子 恨我 让他一辈子都记得 总比转身就忘好 老怪物 你不用假惺惺地在这提醒我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的 我会照顾你下半辈子的 走啦 我是你的摇钱树 赶你都不会走了 刚才你说给我好吃的 东西呢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这还差不多 能左女右 这个太没有lide了 胎姬 我在帮兰菲接生的时候已经见过了 那也就是说 与华田的右手也有同样的胎姬 风朝阳已经正值了你的身份 你还愣着干人吗 看来我们应该跪下来叫太子了 如果你是公主 我怎么可以是太子 我不要做太子 我也不能做太子 难道你已经知道我不是姐弟了 所以才偷偷献身 把这个玉碧绣送到我的手上 从此以后 就不得想再见我 你瞧他 待在那好几个时辰了 还自言自语 真恐怕要发疯了 这黄山跟余花田都走了半个月了 他怎么还在渡口这样 只能说 你这个徒弟太痴情了 当时他知道 宇华田没有死的那一刹那 什么都可以忘了 什么都可以不在了 我也挺那么高兴 他们俩能劫后重逢 不过这下风朝阳 证实了他的身世之谜 简直是晴天霹雳 天一弄人 或许当初能够互相扶持 就是因为他们血脉相通 但毕竟是姐弟 现在真相大白了 还能得像一辈子都这样消沉下去吗 时间会是最好的解药 只不过他需要尽快振作起来 他要知道除了爱情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做呢 好 不管胡忠玉愿不愿意当太子 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皇上和余华田 不然这辈子 我都对不住约翰 淮安 你是一个江湖中人 真的要插手这些事吗 我已经搞砸了一次 不能再搞砸第二次 那好吧 你快去快回 我在这儿帮你看着这个徒弟 等你回来 我尽快回来 不见不散 参见公主 你不留在皇上身边 跑来京城做什么 公主 皇上已经在江南的镇南王府安顿好了 你尽可放心 皇上龙体安好 还挂集着公主你的安危 皇上这次让属下回来 要联络朝中的文武忠臣 要助你一臂之力 等待你的好消息 请 这里是京城龙蛇混杂 最热闹的地方 这几日我住在这里 总算是有了些眉目 你回来得刚好 可以帮我一个忙 是 客官里边请 里边请 小二一会儿来我这儿啊 小二小二过来 跟你说个事啊 昨天我家园外花了五百两银子 买了一副药 结果就把怪病给治好了 你家园外什么病 三个多月了 他就是妙不出来 还以为得了什么风流病 那是怎么治好 他找了一个神医 买了一副药方 他找了一个神医 他找了一个神医 结果当天晚上就尿出来的 现在 这风流病 这么快就治好了 他当天晚上尿出一堆石头来 原来是得了尿结石 不是什么风流病 是吗 对了 听那个神医的徒弟说 他师父是什么 太医院的院判大人 当日在雕宝 他让我解释了 没想到 那只是陈公公 假扮我的替身而已 杜格我当时太激动了 被这个老狐狸给骗了 还好 这个世上 仅存的两张人品面具 都落在了我的手上 好 走 走 好 走 来 下 好 看看 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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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是绝世神医 神医怎么这么内ip 神医不在这儿 请回吧 这可怎么办 我娘快要死了 我是听别人说这里有神医 我才急急忙忙跑过来的 有神医是不假 但不是人人都见得到的 还望姑娘指点迷津 救人一命胜早 急急浮沓 神医有三不一 第一 宫里的人不一 第二 没钱的人不一 第三 不是齐难杂症的人不一 我有钱 我有钱 只要你们能治好我娘的病 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 你们家住哪儿啊 我以后不出来看着 被你从早催到晚 你又收人那么贵的诊费 我又没什么好处 师父 我都已经对你包吃包住了 你还想怎样 我没有你这么不孝的徒弟 我也只是你的工具而已 这 这证明你宝刀未老啊 你看 凡是被你治好的人 都是称呼你神医啊 人怕出名猪怕壮 别这么张扬好了 你还想不想吃好吃的了 今天给我准备什么了 二位终于来了 这位就是 绝世神医 钱准备好了吗 哦 哦 病人在哪儿呢 在相房里头 他怕光不能吹风 请二位跟我进来 来 怎么这么臭啊 娘 神医看你来了 这 你娘得的什么病啊 他腿上长了一个大疮 长了个疮 你把这猫毯拿开 你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这个东西长得真的很神仁的 你不拿开神医 怎么给你娘看病啊 你 拿开 我 好 好臭 我娘得这个怪病已经很久了 它不只是一个大疮 而且还会说话 好像 好像是恶灵附身医啊 师 师父 咱们还是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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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医术上虽然有人面独创这个记载 但是刚才所发的声音明明就是富裕 你们千方百计要老夫出来 就露个真面目吧 怎么会是你啊 院判大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宇公公 他什么宇公公 他是公主 哎 你都已经是大明公主了 还搞什么花样啊 我问你 你在哪儿学的医用术把我都骗过了 那是因为我有了人皮面具 想画个妆很容易啊 量你也只知道一点皮毛 要让你易容风朝阳你也没着能耐 你在哪儿找到的人皮面具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哎 易容术在江湖上已经消失很久了 除了我的叔叔顾植西之外 没有人能够做出人皮面具 哦 这个是他的遗物 我叔叔死了 这 如果他死了 江湖上就失去了人皮面具了 没有人做得出来了 你这个笨蛋你 你白白浪费他的宝物 看你心疼的 哪天我心情好 把剩的那张送给你了 真的 我才不稀罕呢 我问你 这次回来干什么 明知故问 我告诉你 就算你找到了风朝阳 你也不可能跳开他的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就等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公主 我已经把消息传出去了 顺便买了些干粮回来 那 他说了什么时候 要见我吗 我在宫外 守了一天一夜 好不容易 才收买了一个公公 他答应我 把消息传给马天佑 那他收了你的钱 那会把话传到吗 我也不知道 我进不了武门 不过 那个公公告诉我 太子还没有登基 哦 难怪如此 他还没有当上皇帝 所以没有办法 迎接我 老柴 我不是让你打听 顾少堂的下落吗 现在怎么样了 有消息吗 咱们到墓研读会 留下痕迹 我知道了 我知道老板娘在哪了 你想 当日赵怀安他们 一行离开大漠 现在他们肯定在一起呢 哦 那好吧 那我就等太子的消息 胡忠玉 就让个顾少堂吧 那 那我怎么办 我是 陪着你们等太子呢 晚上先去找老板和老板娘 我需要太子的帮助 也需要胡忠玉和顾少堂的头脑 属下叩见都主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回都主 我们派去江南的人回报 皇上确实在镇南王府 西场的旧部在那保护 一直没有羽化田的下落 还有呢 我们查到西场的人混入京城 好像在皇宫里与官员勾结 把这些人的名单都给我记下来 密切监视他们的行踪 是 还有 马天佑呢 今天早上有人在宫外求见 要见太子殿下 什么人 好像是大漠来的胡人商队 太子匆匆离去了 要见太子为何不在宫里召见 马上派人去盯紧他 随时向我汇报 是 走 莫非 这小子找到太子了 我爱去两风之灰 因为哪里的风最大 因为哪里的风最大 我不爱说话 因为我来自亚口 跟遥风交回的亚口 是风的故乡 没能月落在大地 我独走 静听风 她们说 我愿是你疲惫 曾在不安的水中的事 她们说 我愿是你疲惫 曾在不安的水中的事 我愿是你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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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迷 我愿是你疲惫 射近了 就是你疲惫 我愿是你疲惫 我愿是你疲惫 哪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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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的故乡